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感言、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習近平親口透露 他去延安時想的是什麼 綜合報導 習近平挑破窗戶至白宮連盲互補 習近平加大威脅力道 趕在機會之窗關閉前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3月17號星期五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近平親口透露 他去延安時想的是什麼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3月16號 中共求是雜誌發表 習近平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習近平在講話中談到 二十大閉幕後 他第一次外出考察 去了陝西延安 河南安陽看鄉村振興 習近平稱自己一路思考的是 如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 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習近平還說 未來5年 三農工作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到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 到本世紀中業建成農業強國 習近平稱之為 這是中共中央著眼於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部署 習近平在講話中還強調 一旦農業出問題 飯碗被人拿住 看別人臉色吃飯 還談什麼現代化建設 中共為何將之擺到了戰略高度 加拿大女王大學歷史系兼職助理教授賴小剛此前的分析或許給出了答案 2022年10月 賴小剛教授在《美國之音》節目中表示 中國是現代化 讓人戀想起德國 日本的納粹和軍國主義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概念 他認為 這個現代化來自於19世紀的德意志第二帝國 德意志第二帝國和日本的明治維新 這兩個國家 一個是鐵屑 一個是富國強兵 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後來就是納粹帝國 而日本明治維新的後果 咱們都知道了 就是日本帝國和日本在東亞地區進行的侵略 所以現在在提中國式的現代化 實際上就是把中國引上了一個納粹化 至少來說就是軍國主義的道路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方向 而在128期的才智道上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朱海就曾經指出 保障糧食安全是陳舊的冷戰思維的產物 著名經濟學家毛瑜士曾經撰文表示 在現代中國 糧食不安全或大饑荒的實力 只發生在經濟不自由的計劃經濟時期 無視耕地作為一種農業要素具有可替代性 並將它與糧食產量乃至糧食安全絕對地捆綁起來 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經驗上都是缺乏根據的 在這過去的100年中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饑荒 就是中國的1959至1961年的大饑荒 所有的重大的饑荒都是因為戰爭或者是獨裁專制 真正因為人口過剩和經濟落後而餓死的不是最主要的 習近平挑破窗戶制 白宮聯盟互補 3月6日在北京全國兩會期間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罕見地公開指名稱 在過去5年中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對中國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 圍堵 打壓 給中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將美中關係的惡化歸咎於美國刻意所為 SBS發表了中共問題專家何清漣的評論認為 美國媒體對此並不滿意 不少認為美中關係的底線可能守不住了 《華爾街日報》明確表示擔憂 稱中美關係在敵意斡旋中越嫌越深 由拜登領導的美國政府和由習近平領導的中國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在加劇 就在幾週前 中美還在試探著走向外交停火 但現在任何旨在修復雙方關係的努力都被推遲了 美中關係陷入如此局面 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對華政策處於戰略模糊狀態 何清漣在最近的文章《美國地緣戰略的十字路口 中國威脅 vs.和平崛起》中 回顧了美國從2005年開始並延續至2018年的對華戰略分歧 其中提到美國兩大地緣戰略大師布若金斯基 他是對華友好的擁抱熊貓派 與米塞斯海默 他是主張中國威脅論的屠龍派 這場討論最後以巨人間的衝突為題發表 布若金斯基的主要觀點是 中國正在和平崛起 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中國崛起的一股重要的力量 對未能統一臺灣 中國國內存在著嚴重的不滿 但是衝突並非不可避免 中國領導者並不想在軍事上挑戰美國 他們關注的重點依然是經濟發展 以及贏得別國對其大國地位的承認 米塞斯海默反對這個觀點 他認為 中國不可能和平的崛起 如果它的經濟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 繼續保持飛速發展的話 美國和中國之間很可能會進入一場激烈的防務競爭 並極有可能發展為戰爭 中國的絕大多數鄰國 包括印度 日本 新加坡 韓國 俄羅斯和越南 都可能加入美國的陣營以協制中國的實力 這場討論在地緣政治理論圈影響深遠 但布哲金斯基的主張一直占上風 直到2016年 美國大選川普當選 白宮對華政策急劇轉彎 2018年11月29日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發表 《中國影響和美國利益》推動建設性警惕報告 承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對中國誤判 指出中國利用美國的開放民主加以滲透 大舉操弄美國政府 大學 智庫 媒體 企業和僑界 希望藉此阻斷美國對中國的批評以及對台灣的支持 此後 中國威脅看來已成事實 米塞斯海默的中國威脅論再無爭議 從2018年到如今又過了好幾年 白宮一主是結束戰略模糊狀態還是繼續保持 美國對華的戰略判斷影響的不僅僅是美國自身 還有一大群盟友與準盟友 習近平加大威脅力道 趕在機毀之窗關閉前 印度智庫中國分析及策略中心 3月16日在新德里舉行座談會 主題為《迫近的中國挑戰》 討論中共對印度的戰略挑戰 習近平面臨的內部難題 以及中共在南亞區域發動的影響戰 駐印度代表處多名官員參加這場活動 中央社報導 印度智庫中國分析及策略中心主任拉納德表示 習近平的新任期對內除了振興經濟 為2023年可能爆發的糧食危機做準備之外 還得面對政治安全的挑戰 他觀察到 兩個確立與兩個維護兩次使用率見增 中共官媒如《人民日報》與《光明日報》 也經常出現兩面人以及政治派系等詞語 認為這反映出習近平對政權穩固的擔憂 拉納德說 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 以著手清查背離兩個確立的分子 外傳習近平對江派整訴名單列有多達1萬5千人 如果習近平真的採取行動 這些人是會群起反抗 中國內部還有一些政商界人士 對習近平的俄羅斯政策心存不滿 他們擔憂自己因此受連累 比如遭到美國制裁 他們也是習近平維持政權穩定 所需面對的不定時炸彈 他說 如果美中關係繼續惡化 習近平會認為實現國家目標的機會之窗縮小 包括拿下臺灣和民族復興等 這就只留給他兩個選擇 放棄目標或是加快腳步 但我不認為他會放棄 這不符合他的性格 他將加快腳步 升高對臺灣和印度的威脅層級 感謝您的支持 贊助和留言 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再會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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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